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至于人生最悲惨的呢 就是呢 这钱花完了 可是人还在 这样听起来真的还蛮晚景凄凉的 所以是不是在退休之前 这个规划就要做好呢 真的耶 退休要好好规划 但到底怎么规划呢 退休金怎么存 有哪些理财工具可以运用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来宾一起讨论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 就是我们的理财专家夏韻芬 韻芬姐 嘿 两位好 大家好 请接着第二位邀请到的是 我们理财投资顾问邱振宏 邱博士 大家好 以及邀请到的是分析师林陈映 陈映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邀请到的是财经专家 黄世聪 世聪哥 大家好 以及邀请到的是包子宫律师 蔡志雄 蔡律师 大家好 提到的退休事实上呢 有很多人呢 没什么规划 但是呢 我有个朋友长辈 他对退休规划呢 我倒觉得还不错 他怎么做呢 他退休之后呢 他就直接到了新殿山区一个庙 他给这庙30万 接着呢 从此之后 他就在庙里呢 跟这师傅吃灾念佛 而且最厉害的是呢 他往生之后 还附建一个塔位 还附建一个塔位 厉害了吧 所以听起来这样子的退休计划 感觉还是蛮周详的 连这个往生过后都熟透了 跟我相比但是好很多 对 不过其实大部分的人 对于退休都还不是太有想法 我昨天也上网查了一下 我发现原来大家在网路上面 最关心的话题 跟退休有关的 竟然是 到底要准备多少钱 才能够来退休 我们要问一下世聪哥 所以你觉得到底要多少钱 才可以安心来养老啊 刚才俊凯讲了一个很好玩的 就是人生最遗憾的事情 就是说死的时候钱还没花完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补充 最遗憾的是什么 什么 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 老婆在教堂 这是最悲惨的 老婆在教堂 老婆你 再婚啊 再婚啊 哎呦 再人家 银行还存给他 这样让我眼睛都流下来了 这其实是最遗憾最遗憾的事情 当然最悲惨的确是像俊凯讲的 就是活得好好 就没有钱可以花了 对啊 这个很惨 所以大家现在都想到这个退休者 到底要准备多少钱才足够 那其实根据一个调查 就是财经协会的这个退休的调查 就说啊 一个人啊 如果退休的时候 大概平均要花费大概2.5万左右 一个月 对一个月要花2.5万 大概比这个退休前花费要多 大概15个percent左右 那如果你用一个月2.5万去算的话 对 大概如果你假设是61岁退休到80岁的话 活到80岁这样一个人要准备大概600万心态 600万啊 对 但是对一般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来说 他觉得到底要多少钱才足够 其实根据一个调查显示说 很多现在年轻人上班族都觉得要2500万才敢退休 2500万 上班族的想法 对啊 对啊 可是你看到 一辈子都赚不到 现在我们平均薪资才4万多块 那4万多块的话 如果你用2000多万去除的话 可能是说你从现在开始工作一直到退休 都要不吃不喝 才能够存到2500万 所以到底要存多少钱才足够 大家能够可以上网去问说 我到底要存多少钱才足够 对啊 但是现在就是说 我们今天就好好为大家来讲说 我到底要存多少钱才足够 其实啊 退休问我就对了 哦 大家都会羡慕律师 不是哦 律师如果退休了谁给你退休金 没有啊 我们要靠自己赚啊 所以其实我20几岁的时候 就有想要退休的那个想法 刚刚聪哥讲说 20几岁你叫退休 当然啊 我们刚出社会你叫退休了 我跟你讲哦 等到五六十岁才退休 那个玉山你已经爬不上去了 对 我们年纪金去退休啊 你还可以走动啊 还可以爬山 你看喜马拉雅山好了 就很快了 对对对对 那如果只靠这个退休金 我们可以算一下 像这一个劳工 40岁我们给他算一下 他已经工作10年了 所以薪水还不错哦 每个月有45000 算是很好了 那到65岁退休 你看好辛苦哦 工作了35年 那他45000 所以他投保可以到最高 投保薪資是43900 你再高也没有了 最多就43900 对那乘以年资35年 那1.55是什么 就是那个所得的替代率 那算下来一年才23816块 2万多块 对另外还有一个那个薪制 就是劳工退休金 这个是雇主帮他提拨6% 那我们算一下他 每个月等于有2700块 这个有最低的保证收益 就是说不能低于当地银行 两年的那个定存的那个利息 好所以他用1.4%去算 那1.0935是当初那个 前三年的平均利率 所以他的劳工退休金 可以领7000多块 那两个加一加 其实一个月才3万多块 其实对我而言是不太够的 对啊 我觉得干嘛咧 我觉得我们年轻那么辛苦 赚钱是为了退休以后 过更好的生活 对 像我现在就是买房子 出租收租金 我退休准备干嘛 到处去住旅馆 你那么多房子也要住旅馆 没有没有 我收别人的租金 让我去住别的地方 我花钱去旅馆那边啊 对 其实我觉得退休 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还有 还有一个家庭的事情 你今天要去 你定一个退休计划 一开始一定要很辛苦的 我们以前干嘛 就是吃那个面包 一个十块钱 而且买五个还送一个 你说到几十块钱 六块面包 然后有一阵子 我太太跟我讲说 奇怪 那面包怎么越来越不好吃了 可是没有办法 为了退休 其实要稍微忍耐一下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退休的时候 三万多块 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东西 哎呦 记得在以前 十块面包都变三十块了 是 还要算通膨 就算面包价格不变 它里面的空间改变 空间改变 一个都是空气 现在你们会发现 变相涨价 对 大小 大小不变嘛 但是中间的空气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说到时候 你这个钱能够买到什么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退休的时候 基本上是有几个问题 我们如果活得太久 怎么办 对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东西涨太多怎么办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通膨 对 那另外呢 如果说我们不小心 去花别的事情 投资啦 或有人跟你借钱不还啦 那么亏太多怎么办 这三个都是风险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我会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就开始 就算得很好了 他说呢 那我现在这个四十岁啊 然后 准备六十五岁退休嘛 六十五岁退休的话呢 那如果说 一个月有个五万块 对 那一年的话有个六十万 差不多到八十五岁的时候呢 那么总共要花的钱 差不多是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 对 那一千五百万的话呢 他算一算 存起来好像还够啊 他还可以过得很好的日子 一个月 我们刚刚讲 一个月可以花五万块 五万块算很够啦 对啊 算起来很够 但是呢 我们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知道 你一定是活到这个时候 有可能活更久 对不对 九十岁 前一阵子我父亲生病 然后他对面的这个病房里面 有一位103岁的老先生 哎呦 对 我们说如果呢 受命会越来越长啊 对 这就是一个风险啦 对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如果说你钱放在那边贬值 你觉得说你一个月五万块 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那么如果说以后啊 出现新台币贬值 或者是通货膨胀怎么办 所以应该啊 你不能够算得恰恰好 而且你还要让他适当的增值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过 快乐的退休的生活 哎呦 二十五年一千五百万 居然还不够 那我要请教你 我们到底要如何抓出 我到底退休金该准备多少 是 要准备多少呢 有一句话刚刚说在讲天堂的事嘛 我说人在天堂 儿在荒唐再被更悲情 真的啊 儿在荒唐啊 儿子在荒唐 年间是还比产的吗 我现在真的 我会流眼泪 看到我心里真的难过 更重要的是 什么是最好的 最足够的呢 叫做破产上天堂 哦 这是最好的啊 尽量赚尽量 花到眼睛闭起来 刚好没有 哎呦 那那就够嘛 那这一大乐视了 对 所以说最开心的事情是 很少人这样子吧 对 我有一次演讲的时候 有一个老先生就举手说 我不太赞成你的想法 奇怪 怎么不太赞成呢 我知道 我在50岁的时候 我开始准备 75岁要大概生存移民结束了 50岁就开始退休了 结果退休完毕之后 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那时候他也尽量算 算很精准说 一年大概是 这个一个月是5万 一年就60万 20年下来呢 大概就1500万上下 大概也就准备1500万 他马上举手说 你知道吗 我现在85岁 活得比预期的还长十年 因为这一件事情 75岁的时候要自我了断 千万不要这样 所以他很抱歉也领不到了 对 有很多人说 算怎么样才够 永远算不知道 因为加上通膨 加上很多的东西的变化 所以真的天算不如人算 所以我说最起码 拿捏一下什么叫够 最起码我们要先知道 我们的阴被是什么东西 阴被 就阴准备的哪一些东西 阴准备 退休的东西 你不要只是想着用概述说5万块 我们继续细算下去 5万块到底包含了什么东西 要把里面的细项抓出来 对 要想清楚 难道就只有吃饭睡觉 吃饭睡觉这样而已吗 不出去旅游吗 不见难吗 还旅游费用要不要算下去 所以很多人会用数字来算 其实我觉得应该倒过来算 应该不用数字来看 数字是后面 应该是用事件来看 你在这个退休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事情可会发生 这就是所谓的阴被费用 那你在减掉你现在 以被费用 以被用包括什么东西 刚刚包括了这个 老保的东西啦 或者企业的东西啦 包括自己所准备的东西 阴被减以被 不足的东西再来算 我现在还有多少年的时间 来做准备 就是你要存的钱 就是你要准备的东西 所以我说算细一点 而不是只是说5万 6万 7万 是什么呢 应该要从每个细项预算 这钱加起来 总额可能不一样 我们现在又有个疑问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年纪不一样 所以针对不同年纪 我们来准备退休金的话 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准备 跟心理打算呢 对 我觉得均凯这样讲 蛮重要的 因为现在年轻人 我发现有个状况 因为他钱很少 就希望说我的钱 都不能够随便的投资损失 我的钱都不够乱花 对 所以他就开始去投资了 就投资因为很保守 所以呢 他三年五年下来 他没有什么样的成果 因为呢 人家告诉他说 你只能放定存 你只能放货币型基金 所以放了半天 你看这几年利息那么低 所以他的钱其实没有快速增长 反而是年纪比较大 他说 老子有钱了 老娘也有钱了 对不对 破气 对 你这个新兴市场 帮我买一千万 然后呢 这个南非 你帮我买个五百万 因为他觉得我有钱 我应该大量去投资 结果如果你观念错的话 到时候可能就 都气了了 所以我在这边 我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如果你比较年轻的时候 你应该要追求 比较大的一个报酬率 年轻要大报酬率 像方君这种对不对 对对 你就去冲吧 就冲吧 对 这好凌了 要高一点 为什么呢 我如果失败了 我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对 那我想现在投资市场 其实一好起来 是会好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你看台湾四五十年 还在成长 新市场这些国家 在二十年还在成长 对 所以以方君或君凯这么年轻 可以去拼了 像我们这二十岁 我们就拼了 可是如果在这其他的 头发有点白的 或者有老花眼 可能就要保守一点 保守一点 保守 对 那另外就是说 我希望现在大家对年龄 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义 对 这很重要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 你四十岁你已经很老了 我觉得四十岁到四十五岁 那么应该还算是一个中壮年 他还是应该有增值为止 对 为主啊 我讲一个例子 我一个朋友 那他大概在五十五岁的时候 没有工作 你说这个年纪不上不下的 对 有点尴尬 你说没有很老 可是他还看起来很像四十几岁 可是他没有工作之后 他就告诉我说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全部只剩一千万了 那该怎么办 一千万如果照你们这样花法的话 过后面的日子 对 要去住旅馆 然后去拿购物 那怎么办呢 拿购物去花 也不到两千五百万的目标 那后来我觉得他还好 他房子没有房贷了 那后来他做了一个方式 他去找了一个固定收益的 这个投资工具 那一年大概五% 可是你看一千万 他一年大概就五十万 五十万你现在除以十二个月来讲的话 四万多块 也够用了 我觉得还可以用 最重要的他本金还在 本金还在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我们观念不在于说 我一定要一千万两千万 五千万来过退休金 我们观念要先搞 对 年轻的时候你多冲一下 那把重新定义 你三十岁到五十五岁之前 你还是要以获利为主 以增值为主 大概五十五岁 六十岁以上 你大概应该保守一点 这持因保态了 对 所以韵芬姐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年轻的时候你要冲 但是年纪大的时候呢 小心要注意你的保本的商品 你不同的年纪 又适合什么样的投资工具呢 我们休息一下 好上次 当我们前面提到了 在退休呢 大家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但重点是呢 想要安详晚年 要有周延的这种退休计划 不过呢 现阶段到底国人 准备退休金 最喜欢用哪些工具呢 对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大家看第一名 比例有高达超过一半 百分之五十点一 大家可能还是比较保守了 还是以存款居多 放在银行 对 不过其实像是保险了 还有基金股票 还有房地产 其实也是多半 国人会运用的一些投资方法 真的 透过这张表格可以看到 居然有超过五成的人 他们存退休金 把钱放在银行 我第一个想到 就可能会越存越薄了 所以另外呢 来看到有接近四成的人 是透过保险来存退休金 有哪些保险 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很多坊间里面 有买了很多什么 终身还本 对啊 这个年年高升 年年得利 或者是活跃酒 领月多 除巨型保单 因为听起来很舒服 都会告诉你说 110岁的时候 驻售金1500万 哎呦 房居 好像活得到110 请问110岁的时候 您在哪里 对啊 在大家心里啊 所以我 对 很多人会被那上面的数字 现在40岁后 它的后面数字算得很美丽 很漂亮 会跟你告诉说110岁 90岁 请问你90岁的 都领2000万要做什么 请人帮我推轮易 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都忽略了很多这种现实 很多被数字所迷失 所以我就保险的角度来 它不是不好 你要买的 对 眼睛花的啦 或者是这个头发也白的人 对对对对 这个就像陈英哥一样 对吧 眼睛又花头又白的 这梁子结大了 对 假设他的 他的投资能力能够好的时候 那当然就可以适合买年金保险 年金保险 你买对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只要年缴保险 19万左右的时候 总共你交的是380万 大概是将近20年的时间 你每年呢 以后的每个月呢 你大概是0.2万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如果买错保险的时候 你看到最下面一个东西 最下面一行 中生的年缴保险51万 年缴总保险里面 大概是1024万 也就是说到了年金给付期的时候 总共给你的是1075万 结果给的东西呢 是大投资 大家会觉得这奇怪 为什么投入的金额差距那么大 结果为什么 你到底也没有多多少 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呢 难道是年金保险特别神奇吗 那那个比较笨嘛 不是的 在这里面 为什么年金保险 现在房间市场卖的特别差 你知道吗 这种保单是保险公司最不赚钱的 业务同仁最不赚钱的 因为佣金比例只有1person 人性的考验 联务员不推这个 很难 不是不推啦 生活是现实的 OK OK 我卖了100万的保费 只赚1万块 计程车费 跟一年的服务都没有啦 对消费者的确是不错的东西 可是它的 因为费用率的因素 它的保单结构的因素 所以它相对能得到 可是你再看下面那个状况 你一年付了51万左右 你领的是 最后你跟那个 大概会多一点点 但也没有差到那么 已经在两三倍的保费了 但你可知道 这个保单 不好意思 又得罪很多人 卖得很好啊 卖得爆红啊 爆红啊 为什么 那数字算成你会很开心啊 可是你会知道 它费用率很高 所以这样看起来 其实你如果要透过保险 来存退休金 也是办得到 也是可以 但重点是要挑对 但存退休金 除了买保险之外呢 我们刚刚看到那比例 有36%的人居然呢 是透过基金来存退休金 如果我们真的以退休为前提的话 您建议要买什么样的基金 才有办法存到退休金 那还是要看年纪 我坦白讲 刚刚我们的这个大律师 他希望他20岁又退休啊 刚突然想到 你刚刚买那个定时定额基金啊 他在高中就可以退休了 哎呦 怎么那么幸福啊 因为他存的钱可能比我还要多啊 干吗 所以 所以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就是观念还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把基金列为 你要做退休的规划 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未来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就是把你的劳退的钱拿回来 我自己来选基金 我们早年是老婆家金 老婆家金 你会发现 我每个月老婆家金 老婆家金 等到我长大以后 妈妈就给我一笔钱 20万 30万 当你的结婚基金了 那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老婆家金 也许到你退休那天 你就可以拿回一笔钱说 哎呀 我总算是有一笔钱 来做我退休的一个规划了 退休金非常重要 那当然它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 像我刚刚讲固定收益蛮好的 我帮我的朋友规划一个 5%固定收益的 刚刚讲过1000万 它一年大概可以拿50万 一个月大概有4万多块钱 快5万块钱的一个收入 可是它的本金还在的 可是有很多人问我说 哎 我有看到8%的耶 你为什么不包选8%的 你为什么不包选10%的 那是不够意思了 对 我这样不够意思 不够专业了 其实问题又在于说 如果是8%的 这个固定的报酬率 你想想看 我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请问我怎么要给你钱 我把你的收的钱放来给我 我再去做投资 我都拿不了这么多钱 那我怎么给你那个 所以这8%背后的意义 你要搞清楚 就是割你的肉给你吃 所以你的本金会变少了 所以8%有可能会让我的本金变少的 那万一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受到一些损失 那所以大家在选基金的时候 没有好跟坏一件事情 可是要认识基金这很重要 那刚刚讲那个固定收益 也许适合我们这个有老花眼的人 那没有老花眼的人可能还是要选择比较股票型的 比较充斥型的 那另外就是定时定额之外 比方说你就固定老回压金 那我也赞成大家 如果有研究的话 可以买一下这个定时不定额 定时不定额 对 这个低点加码 对像之前俄罗斯 但是我有好多年轻的朋友 他在低档加码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恐怖的时候 人家已经赚了15%了 人家害怕的时候你要贪婪 对这是真的 但是你说要投资很多 叫我们投资 我们绝对不敢 对我们每天去看油价也很恐怖 欧克兰事情也没有解决 欧洲的事情 我们反而不敢 可是年轻人他因为我去投资了 万一我损失了 我还有钱可以再赚回来 我是不怕的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保守 你就定时定额 如果你懂一点这个资讯的时候 你就用定时不定额 那另外投资基金绝对不要死守 因为死守自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全死光了 所以不要死守 有很多人告诉我说 我投资一个国家嘛 反正他失落20年30年 我就慢慢投资 问你他效率很低 我真的也有一个朋友 他投资基金30年跟你想的一样 不要回啊 定期定额 30年后拿回来 哎呀亏了三成 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完全就是放着 他没有去管他啦 真的 好了我们刚听到的是在这个基金的部分 不过基金我们刚刚看好多国人的理财工具 也包括啊 其他可能股票啦 受险房地产通通都有 这边我们先问一下陈寅哥 那如果是陈寅哥 你的退休的理财工具 你会选哪一个 退休的时候呢 我们为了避免世界上发生不同的状况 出现波动的情形 所以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资产配置 最大的一块呢是股票 股票 对跟各位举个例子 很简单的公式就是说 你把100减掉你的年龄 就差不多是你放在股票的比重 像我50大家可能就猜出来 我们讲的股票 是包括像海外的啦 台湾的股市啦 甚至于像海外的这种ETF 都包含在里面 所有的股票都算就对 不止台股就对了 股票或者是ETF都算 那第二的话呢是基金 刚才运分有提的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基金的话呢 也要建议大家就是说 要把它包括像是核心 还有包括像是你比较走波段型的 然后来做一个搭配 接着呢房地产 那么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是海外的 海外的对啊 对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现在要跟蔡律师对坐了 蔡律师是国内的 应该说 我现在在诱惑蔡律师 投入海外房地产 海外房地产 因为你海外房地产的话 上次跟大家提过 我把什么费用 税付 管理费 这些全部扣掉之后 我一年还有投资报酬率 差不多5到6% 那国内的话 你现在要买一个房子 然后呢 你把它给扣掉之后 特别是房屋税要调高 对 对 那你的投资报酬率的话 我看租金的投资报酬率有个2-3% 2%左右了 对 可能就不错了吧 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个资产配置的话呢 那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波动比较大 而且呢 投资报酬率又比这个定存还要好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做投资 但是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个观念 因为这些大家会发生综合起来的时候呢 我好像比一般人稍微积极一点 对 那这适合退休吗 因为我们投资的话是讲求就是说呢 比安全多一点的冒险 或比冒险多一点的安全 这样子的话 你偶尔就会有出现惊喜的感觉 偶尔有惊喜 对 举个例子 会不会偶尔也有惊吓呢 惊吓好 就要看你怎么选 我举个例子 前几年的时候 我开始在找适合退休的股票 那时候我发现统一超 它的配息就很稳定 那时候七十几块钱 我就买了 买了以后心里想说统一超 因为全国最大的这个趋势 它也不会变 那如果说呢 它能够在大陆或哪里布局成功的话 它就股价就有机会上涨一点 那就是我的惊喜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其实几块钱 配个三四块也是不错 很好 结果它涨了两百多块钱 对啊 这不是惊喜吗 那你还没退休啊 因为我一百多块就把它卖掉 所以我只好继续去找其他的股票 就统合来讲 会建议大家都说呢 我们啊 均衡的配置 然后里面的话呢 像我 基本上因为还算蛮年轻的关系 我就会稍微 再把它加一点比较积极的布置 那这样你就会偶尔会有惊喜 OK 所以陈英哥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虽然它看起来是比较积极一些 但是在古外当中 又一些是这种高现金殖利率 算是相对稳定股票 其实我们也要问一个很厉害 就问一下财经专家 世聪哥 你的这个理财的工具配置 也要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对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家看到股票的时候 不要以为我的年龄是这个样子 对啊对啊 一百减就像五十年五十吧 不是啊 我这个配置是这样 五十是股票 然后这个三十是保险 这个二十是定存 为什么这样配置 因为股票算是比较积极的 这个投资产品 那包括说像这个保险啊 或是定存都是比较安定一点点 那股票的配置 其实也有一些不一样的Mega 就是说看你的年纪大小而定 像君凯比较年轻的 就可能投资型的 就比较多一点点 风险比较高一点 风险比较高的 譬如说像你可以做一些 比较短线的投资 短线投资可以配置两成 那比较中段的投资 可以投资三成 那百分之五十 就可能做比较保守型的这个股票 长线的 用这样来配置 当然你年纪越大的话 保守型的东西要越来越多 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一点 你要规划所谓退休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30岁以前 是不用太考虑退休的 你30岁以前 你要做了一件事情 不是退休金 要努力把你的薪水垫高 那时候是最重要 你如果薪水没有很高的话 你以后再讲什么退休 那个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在30岁以前 你要想的第一件事是 什么把你自己的薪水垫高 投资自己 那是最重要 30岁以前或许你可以考虑 先充斥一下事业 让薪水垫高 30岁以后呢 因为你的薪水高了 来存退休金可能会 比较轻松一些些 这不错 但是呢 我发现 大家纯退休金 有一个房地产 房地产居然只有10% 我现在马上就要问蔡律师了 蔡律师 这个观念跟你 或跟我有些不一样 大家都觉得有土石有财 以房养老 那观念变了吗 现在是科技化时代 所以有这个脸书 然后阿里巴巴 不得了 那个一上市 那个几千亿美金 对 这个是现代致富的一个途径 但是过去呢 过去富人买了什么 过去富人买了就是不动产 像我们台湾就是国泰的那个蔡家 蔡家 就是台湾最大的那个房子 所以我是同性 所以有天分这样 所以你能以国泰蔡家为目标 对不对 你看哦 股票啊 有没有人买股票 结果赔钱 后来得把房子卖掉去补的 有耶 有嘛 所以我觉得不动产啊 虽然它会波动 像民国78年那个无可挂牛抗争的时候 台北市的平均房价三十几万 好贵啊 抗争啊 结果下跌 去年那个朝运抗争啊 台北市平均房价到了90万 涨了三倍 所以不动产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它从低点再回来的时候 又会突破上一次的那个高点 所以我觉得不动产对我而言 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投资工具 在我的投资比例啊 可以看一下哦 我的房地产有七成 七成耶 那只有20% 因为我们平常要有一些花用 所以存款是10% 为什么房地产投资的比例这么低 我觉得一来 它的投资的金额的部位是比较高的啦 对 还有我发现哦 投资不动产的人啊 都比较低调 比较低调 所以可能那个统计是倒这样 像你一直要上电视这样吗 我们要想 我是比较公开 公正通 你要宣传正确观点 其实像我到老年的时候 因为我买房子是来收租的 老了还要帮房客修东西干嘛 我那么累干嘛 其实我以后也会做转换 我会把它卖掉 然后去买一些比较不会波动的股票 甚至于我也要考虑一下 有人帮我推轮椅啊 所以我要去买那个长照险啊 长照险在买保险啊 所以其实投资这个一个比例 是要随机调整的 OK 所以提到这个退休金的理财工具啊 事实上包括了基金 保险甚至房地产都有人提到 但重点是讲了那么多 实际来算一下好了啦 如果实际上你退休后想要每个月拿2万块来过生活 不同年纪的朋友呢 到底你现在要存多少钱 可以透过什么样的工具达成目标 休息一下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呢 这个退休金的准备 投资工具有相当多种 那我们现在就实际来算一下好了 如果呢 我们不要去计算这些所谓的劳退 劳保 我们退休之后 每个月还想要有2万块的生活费 到底呢 不同的年龄 每个月现在要存多少钱才够呢 对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张表格 如果说你这个60岁退休之后 你希望你自己还可以有这个2万块 能够来做花用的话 如果其实你从20岁 年轻的时候开始 不管是哪个报酬 其实大概就是几千块上下左右 可是哦 如果你是55岁才开始准备的话 大家看一下 可能你要准备个7、8万才够了 对 我从年轻的开始算好了啦 25岁 如果呢 我想要存到这个退休之后 每个月有2万块的生活费 我最低的3%就好 我一个月要存1万2千多块 我5%每个月要存8千多块 那现在有什么基金 可以达成我这样的目标吗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我想你就两球可以搞定 两球 一个巧克力 一个香草 没有啦 开玩笑 冰淇淋两球啊 一个是全球的股票型基金 全球型的 一个是全球的债券型基金 那我想你有这两球 你大概拥有全世界了 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保守 非常非常保守的一个人 因为很多人告诉银行的理专 说我不能赔钱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买这两球就好了 那我想你大概5千块钱就可以 一开始你没有办法 从12,913块钱开始投资 这是对年轻人来讲是有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你说我比较积极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吃两球不过瘾 我想要吃一点刺激的一个口味 前餐啊 对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选择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好 你用删去法 欧洲好不好 不好嘛 对不对 亚洲好不好 相对好 对 所以我们要会看趋势嘛 当然有人说趋势很难看 其实趋势很像我们在走 那个手扶梯一样 你大概可以知道 我看到很多老姓老太太 她就想看 她就知道这是往下 还是这是往上 看大家走 怎么走就知道了 对 那你更大胆的人 会去看一个事情 像前不久我看到有一支 这个笔 笔 这个笔 我们都觉得是台湾做的对不对 对啊 我就发现有一支金粮的笔 竟然是印度做的 印度做的 印度做的笔 而且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发现印度未来 可能会取代 这个中国 中国大陆 这个世界很大的一个工厂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不可以投资印度 如果你这么年轻 你当然可以投资印度了 对 你可以跟他拼了 真的耶 所以我认为年轻的时候 来存备退休金 还是要以积极为主 然后这个报酬率呢 如果在 以这个今年的情况来讲的话 我想可以设定10到15% 哦 还可以抓10到15% 10到15% 那当然如果说你是55岁以上的 我建议你还是投资债券 像这种3%的人 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 债券不会赚钱啊 对 以10年20年来讲的话 债券的报酬率不输给股票 10年都选拉长来看的话 我曾经抓过20年的一个报酬率 所以我想你真的真的告诉我 韵芬姐我真的很保守 那你就20年跟他拼了 你就去买一个全球债券 我想是很OK的 讲到这个投资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既然能力差 就要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 是 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呢 我认为我 最后得到了一个最大的结论 那个时候呢 我看到了一张图 让我很shock 200多年来 就是英国的成熟市场 英国市场里面的成熟市场里面 它是稍有政府 缓步区间 就像刚刚预芬所讲的 它电梯就是一直往上的 就是一直往上的 一直往上的 其实当我不知道 什么叫做股票也好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债券也好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货币也好 我也不知道 应该选什么产业的时候 我真的很笨 就像我那么笨的时候 我只好选择一个 我自认为 这种趋势是不会变的状态 我长期定期的去做 类似像 美国的这种 ETF的全市 因为买个 S&P500 等于买到全世界了嘛 但重点你有没有开始做啊 重点你有没有提早准备啊 对不对 那我就问一下陈寅哥了 我真的也要提早准备 假设我现在真的 35岁的话 我开始要准备 除了基金之外 因为我比较积极一点 我想买股票啊 那我要透过股票的话 刚刚我要的不多 7%或到9%就好 有没有什么股票 可以帮我达成目标 是 我会建议大家 我们这股票的话呢 也是要资产配置 做成一个投资组合 一种叫做核心 它的现金流入要稳定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像我们比如说开同学会 有同学说 最近加班好累哦 做新竹科学人区 公司还有上市 要赶快问他一下 他公司是什么公司 如果没涨 机会很多 这种的话呢 就是你有特别的 这个管道的 很特别喜欢的 好我们举例 像中间线就有点稳定了 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看五年以上 五年之内的获利 然后呢 五年的配息 我们刚刚提到获利 五年的配息嘛 所以我举例 比如说中心保全 中心保全 中心保全 它从2009到2013的话呢 它的EPS 那么是从3.36 成长到4.48 慢慢的哦 它没有成长很多 不但稳定还成长 是 稳定的成长 那接着我们看到它的鼓励 你看它的鼓励的话 现金2009年的时候呢 一开始是配3块 对 后来3块1 3块3 3块4 3块5 到2013年 还配了一点股票鼓励 越来越多了 是越来越多了 2014年的这个获利还没出来 但是2014年的话 它整个营收 又比2013年还要再成长 那么我相信 鼓励的话 至少跟2013年 差不多 甚至比它还要高 所以这 2009年的时候 股价差不多 四十几块钱了 现在涨到八十几块钱了 所以如果说像这样的公司的话呢 它的获利稳步的成长 股力稳步的放大 而且都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 像这样的公司 就值得做留意 真的 它可以当核心的投资 是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要找一些价值被低估 等到市场发现 就有机会了 像中华汽车 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 我自己比较喜欢看的 是第二栏的营业利率 营业利率 你看它以前 对 它以前的话呢 它在2013年的第三季的时候 5.84 对 那么去年的第三季的时候 已经6.34了 哦 非常很多 对 营业利率代表是本业 它是往上走 股价还低于净值 股价二字头 然后净值34块6 是 本业再好转 然后股价还低于净值 还赚钱的公司 这迟早又反应 真的被低估了 对 对 OK 可是士通哥 刚刚这个陈映珍讲的这几档股票 跟我一般印象的这个定存股 好像不太一样 以前长辈都说是这个中花店啦 或者是中钢 那它这些果还可以买吗 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自己亲身发生的故事 在2012年代年中的时候 中间的中的时候 我去演讲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老伯伯 他就跟我说 等一下我有话要 我要找你 麻烦你留下来 我想要糟了 买照买照 是我上次讲的什么 你看他赔钱 他准备 以前被老师约团才会有这话 后来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是电机的 电机退休的这个大学教授 他说他跟他老婆 他老婆是外文系的教授 他们两个退休 就要退休的时候 准备了3000万 3000万想说 三千万很好 他就说他们要做一个 投资跟配置 他说配置是什么 他配置股票 他说他2010年开始买 2010年那时候 指数大概在7500点 台股 那后来2012年的时候 大概也大概8000点左右 其实 我说指数有涨啊 应该有赚啊 他说没有他赔了1000万 他3000万赔了1000万 他赔1000万 你退休了耶 哇 对那我说那你买什么 他那组合 他那时候一开始就跟我说 他那时候买台湾最有竞争力 他买的是什么 第一个HTC 宏达店 很好啊对不对 很有竞争力对不对 联发科 很有竞争力 很有竞争力对不对 还有台积电 买这三档 他说这三档 我想都 怎么想都不会有问题啊 他买龙头的啊 对啊 对啊没有错啊 这一乍听之下好像是没问题啊 后来我仔细去看 那时候台积电买是60块 后来到2012年的时候是70块左右 有赚啊 那HTC的话 就是说那时候是500多块 他买的时候是500多块 可是他那时候已经变成到200多块 500多 跌到200多 腰斩 那另外一个这个联发科 也是一样 500多也是跌到200多 所以等于他在联发科 跟HTC两档亏了大钱 亏了大概1000万左右 那问题怎么办 我又跟他说 你应该转到台积电去 会比较好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 这个所谓电子股啊 除了台积电之外 其他都不太适合投资 真的 就不太适合长期投资 为什么这样说 所以电子你不建议啦 我不太建议 尤其是说 我这边讲的是说 你可能要投资个三五年 或是更长时间的以上 是不太懂股票的 我觉得电子股 其实是少碰为妙 为什么这样说 像十几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CDR那么红 你看大家都要买莱德中环 结果现在呢 变成CDR 真的变成CDR CDR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像Lokia 三五年前那么好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Apple现在那么好 五年后你搞不好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 电子股是不太适合 做长期的投资 好 电子股不碰 那要碰什么呢 我觉得最适合投资的 这个比较中长期的 我觉得金融股是一个例子 金融股不错啊 怎么说 你最好是选那种业态 就是说它的产业形态 三四十年都没有改变过的 这种算是最好的 就是金融股是一个 食品股是一个 我觉得这两个算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是电信股 电信股 或是基础建设这种股票 但基础建设股票 在台湾比较少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以 从这三方面 去选你的定存股会比较好 像美国的话 我会蛮建议大家可以投资 多看看美国股市 为什么 因为美国股市 它算是一个很有悠久历史 而且它这个资本都很大 它的波动性是比较平缓 它是稳步往上成长的一个过程 毕竟台湾市场是一个 很潜跌的市场 那种波动性很大 我觉得有时候 在台湾市场做股票 不太适合定存组 我反而会比较建议 你可以往美国市场 或是往中国市场 去找那种可能 它长远性的发展 比较好的 像我刚才提到 那三个族群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针对了 可能三十几岁的这个族群 世鸿哥还有陈英哥 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你可以挑股票 但是你可能要分核心 还有你的卫星的股票 来挑选 那如果我到了四十几岁的话 我们看这张表格 我到了四十几岁 我才要开始来存退休金 我如果报酬率 我只要三%就好 我可能一个月要存两万八千块 我如果九%一个月 也要一万六千多块 说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那如果这样来说的话 是不是如果我到四十几岁 我才开始来存退休金 我想要快啊 我想要速度快 我要涨得多啊 那我去买房地产 我发现啊 我房子的数量比我同学多 但是如果比住家的话 我同学的住家都住得比我还大 他们住得比较大 对 我们这些人买房子 一开始就买住家嘛 我一定要住得豪宅 然后屏数要很大 然后一次到底 我在里面还可以玩捉迷藏啊 还可以捉迷藏啊 那个已经太大 你是在大厅是不是 然后我说你房子买那么大 等你脚清啊 可能都已经头发白了 老了 我觉得换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自己住家 尽量能住就好 比如说四十坪 你把它拆成两间 自己住二十坪 另外二十坪 你已经在当房东了啊 拿去租人啊 你在缴那个房贷制住 我已经在当房东了 对对对 那这样子力滚力 后来你会发现说 原来那个二十坪房子啊 滚出来的钱啊 可能你可以去买四十坪了 对 那这四十坪你再给它拆成两间 你已经有一间二十坪制住 两间二十坪你开始在租人家了 对对对 所以运用说 把自己住家买得小一点 先求有 再求好 所以蔡律师给大家一个观念了 你如果要买房子 现在很多人其实买来是自己住 所以买得很大 那当我们买小一点 剩下的坪数拿去租人 那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刚才就说二十坪 那我可不可以二十坪 二十坪全部买在一起 一开始呢 另外一间租人 等我老了要收回来 我打通嘛 我到时候又扁一间了 这也还不错 过我们刚设定的就是 每个月退休的生活费 两万块 两万块事实上 有的人觉得够花吗 现在物价那么高 所以呢 如果每个月退休 你想要有五万块 你还可以出国去旅游的话 那不同年纪 你又现在开始要存多少钱 有哪些投资工具呢 收集一下 好 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是 退休之后 如果要有两万块的生活费 到底要如何投资 那如果接下来 我想要过好一点日子 如果我退休之后 每个月想要有五万块的话 对啊 我们要问一下韵芬姐 韵芬姐 我一个月五万块 我这样至少 比较过得开心一点 也许我还可以出国玩一下 对 所以这个一个月五万块 退休金有没有什么方法 如果你要多存一点钱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你就要往比较风险大的市场去 那这个时候你要散射停利停损 比方说我今天赚到了 也许10% 15% 我就立刻停利 但我如果赔10%的时候怎么办 我会赶快停损 因为我随时可以东山再起 有很多人讲说 那我就等嘛 可是你想想看 你今天如果你赔了10%之后 你要赚回来 你要11%才能够赚回来 你今天如果赔了50% 你不是赚50%回来 你要赚百分之百 才能够回得来 所以这个赔的时候 大家要更谨慎一点 这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然后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多存一点钱 你就少花一点钱 脖子以上多投资一点 脖子以下不要投资了 脖子以上多投资 那意思是要整形的哦 我听觉就是脑袋 脑袋要充实一点 你衣服皮包鞋子 可能就要少买一点 我常觉得年轻人很多男生 我就问他你钱花去哪里 他就吃饭喝酒可拉OK 那女生呢 就那个 衣服皮包鞋子 就买光光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但是你要记得 薪水一定要持续的增加 是 对我是觉得说 当然薪水不增加 很多人是老板之过 可是我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你不敢跳槽 不敢跳槽 如果你哪天敢跳槽的时候 你的薪水一定会比现在还要高 太想要安逸了 对 所以我觉得你30岁之前 不见得要去存100万 可是你30岁的时候 你一定要卡到一个位置 你40岁一定要坐到中高阶主管了 是 对 40岁都要到中高阶主管了 对 你50岁的时候 你可爱做爱不做了 就可以准备退休了 对 心态上是可以修的 金钱上也够 但我希望是能够工作到80岁 但你50岁应该财富自由了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来定义 多少钱可能更实际一点 至少我们看到一般 目前上班族的薪水 约莫大概4万块 如果4万块你仔细去分的话 我们有所谓的333法则 就是说30%拿来当花费 30%拿来当房贷 30%拿来当一般的基金的投资 或是一般的投资 如果你仔细这样算的话 所以你要严格控制 你自己的花费 的确像刚刚韵芬姐讲的 对 像我认识很多年轻人 他就说 我问他说你一个月薪水多少 3万5光 然后花光光 那我说那你以前 2万5也是花光光 反正赚越多花越多 对对 赚越多花越多 但这就是一个不太好的 这个行为 所以你还是要cost down 自己本身cost down 就是至少控制在三层之内 不只企业cost down 自己本身要cost down 那你这样才有其他钱可以投资 对对对 其实理财就很像我们理法一样 如果你是光头 你理什么法呢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头法才能理嘛 你要有钱才能理财嘛 还好破哥今天没来 对 所以你要投资股票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方法 你每一年去买 每一年 就是说你有钱的时候 你不要一次单笔去买 一次单笔去买的时候 可能风险会比较大 你要平滑你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状况 你每一年买一点 每一年买一点 像基金一样 有点定期定的观念 但是如果你这个 如果指数出现大跌的时候 你可以多买一点 用这样的方法去操作 你这些定存股 其实长久下来 其实股票会赚蛮多钱的 我举大家一个例子 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台股的巴菲特 台股巴菲特 对 它其实只投资几张股票 台塑南亚这些股票而已 它也是一样方式 跌到四五十的时候 它就多买一点点 六七十以上 七八十以上开始减码 它这样操作三四十年下来 赚了好几百亿的身价 好几百亿的身价 真的是这样子 那其实很多股票都是可以这样做 你以很简单的方式 很简单的逻辑 就可以做得非常好 我观察过很多 从VIP到法人 我发现中间胜率高的人 他们其实只做对一件事情 抓对大的趋势 也是抓趋势 对那个大的方向 对了就对了 那今年的话 就两个重要的趋势 是 一个就是一滴 叫做低油价 低油价 对 那一高的话呢 就是高美国 美国的话是强的 那么以航运股来讲的话 中间受惠于低油价 比较明显的就是航空股 比如说像华航 华航的话呢 它的这个用油 燃料用油占它的成本 大概超过四成 超过四成 对 去年华航 这个前三季亏钱 第四季转亏为盈 那么今年全年的话 我们预估华航 大概可以赚差不多 一块六到两块钱左右 全年有机会赚到两块钱 所以各位看 我们看这个图 它大概从十块钱这里的话 那么最高涨到这个 十七八块 然后最近的话 开始在做修正 那么中间呢 外资买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近多过于出 它就是看好 它全年的整个转金 那么第二个大的趋势就是说美国 高 美国的话 大概强到明年都没有问题 对 所以跟美国的内部的景气 有好转的 比如说呢 好像是专权 它就主要做这个 跟美国房地产有关系的丁枪 另外呢 美国的汽车卖的好 它用车用气动工具 车用工具它也有 真正2015年的话 它的成长是在车用气动工具 我们发现说 我们刚刚提到营业利率很重要 它的营业利率是本业嘛 都是往上走 那么今年的话估这个专权 本业加上业外 因为它账上就有超过大概是 这个三亿多的美金 美金的升值 新台币的贬值 对它来讲是获益的 它的负债是新台币 然后它的账上的现金 是以美金为主 那么对它来讲 今年这个业外 加本业的话 差不多就五块五到五块七十多 赚到五块多啊 对 股价大概四十出头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低档有限 所以这陈寅哥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今年投资两大趋势 低油价低 高美国高 这两个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当然呢 我们刚刚提到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呢 退休之后五万块的生活费 那我们现在再来问蔡律师的话 那我又该怎么投资这房地产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 那个投资房地产好像很困难 其实你要从一开始起步慢慢去做 假如说 比如说你现在薪水有四万五千块 那刚刚冲哥也讲到说 三三三的这个法则 就是你可以拿出三分之一 大概一万五千块来缴这个贷款 那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说 如果你每个月缴了起五千块的房贷 你就可以贷一百万 所以一万五等于乘以三 你就可以贷三百万的贷款 那现在贷款大概六七成嘛 所以你要自备一百五十万的这个 头期款 所以你能买的是什么 四百五十万左右的房子 小套房楼 对 其实房客只是要回去住而已 如果以我自己的设定而言 他们大概需要十几瓶左右 所以你就可以买在那个 一瓶四十万左右的这个区域 那如果说 当然现在银行就是十五瓶以下的 就不会贷款给你了 可是你去除一下 四百五十万你要买十五瓶的话 你只能去选什么 选一瓶三十万的区域了 对啊 那更偏远的一点 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观念 如果你今天已经买了一间住家 是二十瓶的 你没有想过 那个买十一瓶的它不贷给你啊 你用这个二十瓶可以去贷啊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 用另外一间房子去贷就对了 我一开始也是用这个技巧 我的住家是比较大的 后来政府就慢慢贷款就限制了 小套房就不能贷 我就用我的大的去带出来去买小的 那我有钱再补回去 有物件我又再来一次这样 这个叫以大养小 新的方法 对 我觉得其实当房东啊 大家可能会很惊吓你知道吗 其实大家都很羡慕那个十八% 其实我早就有十八%了啊 我十几年前买板桥套房只要三百万 所以我是花一百万的头期款 我贷两百万 那我已经租了十几年 一年租金十几万 我的本金早就都回来了 真的是十八%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要觉得说 投资不动产很困难 你一定要有一个投资的观念 然后慢慢的去做 那包括我刚刚说 你后来已经可以以大养小 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有实力 但是绝对不能一开始想就放弃了 这样就没有后面这些延续的东西 真的耶 没有试怎么知道 你试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实力也还不错对不对 所以讲到最后 我们就请两位专家 再给我们最后一些意见好了 我们先请问一下邱博士 所以针对了一般人 我们在准备退休金 你觉得你有什么观念要建议大家 人生有四种钱一定要去在意他 哪四种 第一个叫保命钱 保命钱 第二个叫做投资钱 投资钱 第三个叫投机钱 投机钱 四个叫赌博钱 赌博钱 对 刚刚我们谈到所有的工序里面 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没有保命钱 全部花去所谓的投机 保命钱当什么东西 当后卫补充前锋里面 去往前冲锋陷阵用的东西 后勤部队 后勤部队 所以他有他的功能 所以他的战术 他的功能是防卫的 不是主要攻击 所以那个不是看他的报酬率的问题 第二个投资钱是什么 投资钱就刚刚一芬有特别提到 要看的是一个长期性的 定时定额的 那是有策略 有方法 有目标 要有时间的 如果我们觉得说想要像 陈寅所说的 希望吃得更好一点点 随时掌握机会 或者有没有同学在里面的那种 简称就是内线吗 我称为叫机会 机会 机会会违法 大家要考虑清楚一下 所以这个叫机会钱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用事前去做我们的退休 我们退休其实多层次的一个收入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有劳健保 劳退 劳保 劳保劳退可以支援我们三万块钱 我们自己如果储蓄也有三万块钱 是不是有三万 如果有一间房子可以租租 是不是有三万 如果子女还孝顺 是不是就一万 三三三加一 就有十万 十万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说 拿一个三万块逼死自己 或拿一个月收入五万 来逼死自己 如果用多层次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其实我们的退休的一个生活 应该是可以受到一些 基本的一个保障的 那当然子女孝敬 如果没有一万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 如果我没有包租工 那也还可以 起码我还有六万块钱 所以多层次的组合 是我们未来在考虑退休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韵芬姐也给大家一个观念 多层次的组合 子女的校养 其实也可以说在里面 我有三个小孩 以后我有三万块 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 那不管怎么样呢 未来退休 每个人都被面对的事情 只是早准备 晚准备而已 今天怎么准备 我们的专家来宾 感谢提供我们宝贵的意见 也希望大家 对退休周延的计划 有机会安详晚年 我们的news量号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